高等法院今天处理律政司就黄碧云和吴建伟的保释复合 黄碧云获得批准保释 而吴建伟的保释被撤回要继续还压 多名天水连线成员彻夜排队进入法庭旁听声援吴建伟 在法官宣布结果的时候 吴建伟向旁听席上声援他的天水连线成员不断挥手 散庭后他喊道 各位撑住十年后再见 他又与旁听席上的成员一起高呼天水连线口号 愿催我命捍卫我成全民自救打破宿命 下午五点多黄碧云离开高等法院 向在求期间帮助他的人表示感谢 黄碧云在丈夫和党友的陪同下离开法院 他的保释条件包括不得发布或转发可能被视为违反国安法的言论 每周四次向警署报道交出所有旅行证件 以及一本过期的BNO护照等 民主派初选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律政司就其中11人提出保释复核 其余9人的案件将在3月13日和15日在高等法院聆讯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